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薦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所有的會員都是同一黨 他叫8478的東哥遊艇 他就賺錢了 他不是賺錢了嗎 來看一下 前大盤跌了50點 我們的成本就是58塊 有沒有賺錢 好不好賣 這裡這麼多你要賣很好賣 你只要賣給他都可以 怕買不到而已不怕賣不掉 是不是 我也講得很清楚 股票市場最怕的是 不要異想天開 這一天572跌停 利空下來 全市場都怕 每一個人都怕跌停 只有我不怕跌停 做一支股票的老師一定知道他的故事 做一檔股票的老師如果不知道這檔股票的來龍去賣 他的未來的故事 就不要做一檔嘛 就做很多檔 風險很少嘛對不對 有人講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說賣很多檔 風險就少嘛 其實都一樣啦 那在中間多少 每次都 不是這樣子嗎 就一檔 我常常分析給各位聽 跟各位去分享說操作的邏輯 台上的分析師分兩種嘛 一種專門收會員的嘛 怎麼講股票啊 一天買個五檔十檔是正常啊 另外一種好像沒有了 只剩下我一個 代會員大波段來回操作股票一檔 做完一檔做下一檔 中間可能有交集啦 因為在佈局的時候可能會有交集啦 其實我剛剛所講的是在教各位怎麼做股票 各位你有賺到錢嗎 我相信每一個人心裡都很清楚啦 像早上我都會經過菜市場 那有的時候有認識的媽媽買菜 那如果剛好看到我 老師你有什麼明白嗎 好 什麼人說他多厲害 都這樣講 我只跟他講一句話 會賺錢的人不會說啦 不會賺錢的說一三片啦 不是嗎 那個不會做股票的 也會出書咧 也會在台上 對不對 什麼授課啊 講課啊 教各位用什麼方法賺錢 你你想這個邏輯好了嘛 你會賺錢的人 你哪有那麼多的賢工夫去教人家嘛 你自己賺的賣不賣 對不對 如果很好賺 你很會賺的話 你幹嘛浪費那麼的時間還要出書 還要教人家做 他擺明的就是 你就不會做股票 你要賺錢嘛 不要說騙錢啦 騙你是笨蛋啦 會做股票做一支 不會做股票做一本支 我那機會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你不會做股票 已經20年的分析師了 不過很丟臉 我帶會員做台積電 沒幾次耶 有時候想一想 真的很對不起我會員 我如果從我當分析師的第一天 我就帶我的會員 全部喔 只買台積電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就來回來回做 我告訴你 我不會做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第一年就畢業了 媳婦會員 這個節目要錢啦 你講台積電受不到會員啦 結論咧 結論大家都輸嘛 這為什麼我們只做一檔股票 不比台積電更厲害 八九不離十 對不對 那我再請問你 你今天有賺錢嗎 任何行情要轉折的時候 我都會跟你講在前面 而且不是我用嘴講嘛 我要拿數據嘛 我們看這裡來 這是禮拜一公佈的 股神巴威特的申報的資料 他在第三季花大錢買進輝瑞 默克跟其他製藥股 好我們看大盤來 看電腦 你看今天的生技股 漲0.62% 電子是跌的 看到喔 大盤跌0.36% 電子當然跌的比大盤多 生技股漲很多 因為如果這樣比的話 那我昨天是不是拿這張 好再看一遍 對不對 週一公佈嘛 所以昨天禮拜 昨天拿嘛 好 各位 然後呢 好 波克夏 巴威特減持 蘋果 大卡摩跟大通 看到喔 好 那賣還賣出富國銀行 並出清好市都 然後他手上還有1400億的美金 而且他買生技股可能才開始而已 那當然他不會只買生技股 那當然他不會只買生技股 所以我為什麼只做一檔股票 我再問你一遍嘛 從8A分到現在以來 當然前波我們做 何瑞雅我們賺錢 我說 就最近啊 因為我們只做這一檔 叫8478的東哥遊艇 從8A到現在嘛 每個人都賺錢 8A 然後9月25 出清 來我們看喔 9月25為什麼要出清 因為它要跌嘛 它要修正嘛 來 9月25 725 707 全部出清 然後剩下的就是零成本的東哥遊艇 那我當時也告訴你 有很多人的錢 就一直轉不過來 回不過 老師 我們東哥遊艇很好 你是怎麼要出 他要跌啊 他要跌啊 來回做 做久了 你的財富才會一直累積嘛 你只要給我時間 我就讓你的錢一直滾 來回也跟他賺 波段也跟他賺 那你賣了 725 707 你賣了才有錢嘛 然後呢 11月9日它有一個利空 就是美國子公司 一次性的提累損失 4.32 提累喔 4.32很可怕對不對 好 然後呢 4.32 減掉2.49 前半年 前半年2.49代表什麼 代表理論上應該賠1.83 怎麼 變成只賠0.77 那你就代表 1.06就是第三季賺的 好 那第四季 第四季的第一個月 十月份的營收 比去年成長2.88倍 那也代表說 十月份 十一、十二月份的營收 理論上 都會很不錯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每年年底 營收都是爆的 它有點像 我們就說 大概都是 每半年後每一季 趕快交船嘛 通常我們訂船都是 年底你要交的船 就好像交房子一樣 尤其是船的部分 一年一個會計年度 趕快要交船嘛 所以那個帳大概 都會延續到大概年底 那船幾乎就會出很多 所以那個量會爆出來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來 量爆出來會怎麼樣來 我們看喔 我說它去年的 第四季賺1.9是 前年第四季賺4.15 1.9是4.15 那我認為 因為它產能是滿線嘛 今年21、22年 2022年 全部滿線啊 那既然滿線 它的營收有可能是創新高 有可能喔 那假設它營收創新高 來看這裡 107年的第四季賺4.15 那你去想 那今年第四季賺4.15 3、4塊有機會啊 我們說一切以公司公告為準嘛 如果3、4塊有機會 你看 他們把它剪掉 這裡賠的 那有可能我們抓說 假設他不小心賺3塊錢 那不3塊錢 我請問你 這個跌停 來 因為利工下來 跌停打下來57.2 對不對 對 跌停有7 你有賣了 你才有錢嘛 那剛好會利工 有人 有人會問我 老師你 你一定是晚上的嘛 對不對 不然你待會 賣你會賣 你7、25、70、07 你會賣 你有晚上的你懂得怎樣 不然你待會不會賣 那我就是要賣啊 我運氣好嗎 我大家會完 運氣都很好的嘛 我們賣他就跌停嘛 然後呢 今天605啊 我們全部的成本 我昨天講 我們是58 而且我昨天怎麼 我們來看 我們這檔股票 今天會不會賺錢 我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昨天講 我們大家去看看啊 一定有很多人心裡覺得 哪有可能 今天半錢不壞啊 來看 今天大盤是不是跌了50點 有很多人一頂心裡講 那盤那麼不好 謝老師真的你的股票會賺錢嗎 對不對 好啦我們看啦 我們就那幾檔來 2330的台積電 昨天很強啊 今天490 你心裡想 真的嗎 謝老師昨天還在電視上 在這裡講 我們來看看 我的會員會不會賺錢 那還要讓你們猜 那你猶得對嗎 很多人一定很 你講 有的人很不相信 謝老師你給我的會員會賺錢嗎 如果我的會員會賺錢 他就賺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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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賺錢啊 有人講 哎呦 我們量那麼少 來好我們看量少 你看一遍喔 好這裡多少錢 25.5 那量多少66張 有很多人喔 買股票喔 自己是如花 自己是200塊不知道 都以為自己是金城如 以為自己是林志玲 你就如花啊 你就200塊而已啊 什麼叫200塊 什麼叫如花 你有多少錢嘛 你跟他講 他買的時候 我買了會賣不掉 今天來 好不好賣 隨便你賣呢 你買100張也隨便你賣啊 你要賣很好賣啊 好不好賣 欸 你要賣給他 隨便賣啊 隨便啊 你100張要賣給他 可以賣 賣不到60塊啊 就100塊 100張全部賣都給他啊 58塊 58塊在這裡 你賣到60塊 你100張也賺20萬啊 不過我的會不會賣呢 你不會投給他 為什麼 來 這張叫2207的核台車 好看電腦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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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我自己開核台車 我開 我開這個牌啊 我開這個才在路上 我不會覺得 不會覺得很有面子耶 應該講也沒有什麼啊 這種車到處都是啊 我開這個車 我開這個車 我不會有說 喔 這個車很了不起啊 或什麼 不會啊 滿街都是啊 我如果開船在路上 我告訴你 馬上上頭條 當然船不能開在路上 那我不會用個拖車嗎 放一艘船在上面嗎 開船啊 不可以喔 因為我要開到河裡啊 我要開到淡水河 我要開到碧莎宜港 我要開到深澳宜港 我要開到龜山島 可以吧 你有做嗎 你有船嗎 你有船嗎 沒有 我也沒有耶 我們要買好嗎 我這樣講 如果你是媽媽 當然你沒有這種想法 對不對 你如果穿褲的 你就會想法 對喔 我當時喔 要退休前 我一直在想 退休應該還滿部哈雷 對不對 哇很兜風兜風哈雷 後來發現不行啦 那哈雷機車喔 如果路上被逼車一下 我稍微滑一下 稍微出道 我你就不下去了 對不對 你就再見了 可是船不會啊 沒有人會去逼你啊 也不會滑啊 開個船在海上 安全的要安全的安全 而且你不會台湧去開吧 你不會風浪大的時候去開吧 你一定是船稍微開到海的旁邊 近海 對不對 在船上睡覺耶 睡個午覺 喝個茶 泡個咖啡 對不對 釣個魚 白天的時候 晚上看銀河 早上看日出 晚上看夕陽 你有沒有那麼多錢 你怎麼享受 這才是享受嘛 你騎一台 哈雷沒有 塞一台賓司車 在樓裡 怕人家逼車 這有什麼意思嘛 你看喔 來再看一遍 那核泰車要700 你以為核泰車有賺多少嗎 那我們看核泰車 18.9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季一季 4塊 4塊 5塊 6塊 5塊 那700喔 好那我們來看8478的東河遊艇 我說未來如果你看到的 它未來都是4塊5塊 4塊5塊 像第四季一樣 107年 4塊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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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後面是不是要再加一個零 要不要再加一個零 要不要再加一個零 其實喔 其實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現在15分了 好 我這個禮拜天 那禮拜天就累 禮拜一到禮拜五 盤中嘛 所以都很累 那禮拜六禮拜天 我通常都會開車去外面晃一晃 到海邊啊 到山上去爬爬山啊 然後這個禮拜六 就是禮拜六啦 那我剛好 閒著沒事想說 就繞到淡水 然後繞到 然後 本來要到 本來要到淡海啊 就是到伊人把頭啦 去晃一晃 結果 那個 那個 車子太多了 就不小心就開到 淡海新市鎮 我想 新市鎮 反正沒事就開進去 開進去 又看到他們有一個 然後 就說 滯水 滯水 滯水中心 就是海邊啊 然後這車子 剛好有個小公也要車子停那邊 然後就去 看一看啊 然後剛好有蘆苅啊 照幾張相啊 看一看這樣子 結果 海邊走一走以後回來 到停車場 那剛好有一部 那個BMW的車子 X6 那儀位先生跟 就是也是類似像我們這種年輕的一對 看起來就很有身份地位 很有現實的一對夫妻 然後牽了一隻黑狗 牠們要去散步 就是海邊散步 那我就跟牠講 欸這個X6不錯欸 他說對啊X6不錯啊 然後我後來又聊一聊 以後說 買哨船怎樣 吼!Bingo! 講到牠內心裡面的話你知道嗎 牠開始就跟我講船的故事 喔!講了一堆 應該講瓶水箱 講到船大家一樣觀念都一樣 開X6的人欸 開X6的人 Bingo那邊X6不少錢最新的嘛 對不對 現在X6算是很新的啊 385萬 我跟牠講 你買船你買得起啊 他說對啊對啊 牠一直心躍躍欲試 很想買一艘船 牠說還要買環船 因為牠喜歡運動 我喜歡釣魚啦 我就買游艇啊 但六人坐八人坐也可以啊 啊台灣這種人太多了 假日不知道要去幹嘛 他很像在開始帶個小狗 然後也失守的未來要幹嘛 不是未來想一想有沒有什麼 可以吃吃喝啊 然後散散性運動的 哇 這是未來的共識啊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繼續講 東哥有庭 我一定要講為什麼 我說人生有的時候 當牠起帳點 我再問你一遍嘛 來再看這裡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我問你好了 我說歷史都可以重來啦 這叫東哥有庭 這裡叫66張 股價多少 這裡是2255嘛 算28塊好了最高 66張28塊 那你買要不要 那為什麼會有28塊 因為5萬多元打下去嘛 這一次咧 這次因為它提累損失 股票又打下去嘛 所以打到什麼 打到跌停啊 11月9號啊 11月10號打到跌停 571啊 那後面會引動什麼樣的故事 未來有多少的憧憬 我等一下講 休息一下再回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荐任何股票 我所讲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的股票 各位观众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买卖会员的股票 买股票每一个人都喜欢买在起账点 不是吗 那我们看来 好 这是大盘 这里叫起账点 好 这是台积电 这里叫起账点 好 我们来看台积电 看电脑来 看到吗 这里428 我请问你 你现在会追吗 已经到506了 428到506 你会追吗 好 再回头看这里 这叫大立光 这里叫起账点 好 看电脑 好 大立光这里是2895 2995 算3000了 这里3615 请问你会追吗 好 再回来 这叫联华科 245是联华科 起账点在这里 好 245是联华科 这里是650 这里是738 请问你会追吗 好 再回来 易经光 这里叫起账点 看到吗 好 看电脑 3406易经光 这里是545 好 今天最高615 请问你会追吗 好 再来 再看 看这里 好 东哥游艇 今天正式出现 买信心 我看到 好 看电脑 8478的东哥游艇 它高点在这里 同样的 我都土都没改变 它在这里 今天才是起账点 也就代表什么 股票要买在起账点 好 看这里来 再看一遍 这大盘 这台积电 从421涨到506 起账点在这里 好 这大立光 2945在这里 这样起账 涨多少 只有一涨 都是一段时间 这最少是一个月了 各位看到 好 这莲花哥 起账点你看 这样涨 也是半个月了 这是义经光 也是半个月了 好 那我们来看 8478的东哥游艇 今天起账 今天起账 就算前一波 545也跟你涨了 将近10块钱 那这一波 从这里开始 因为 来 再看一遍 因为这一天的跌停 11月10号的跌停 好 来看 我们来看 11月10号的跌停 跌停就是571 如果以东哥游艇来讲 那就真的没有一个 那把鞋子凹到 为什么 台湾在台湾的产业 本类都赚钱 对不对 台湾的产业都赚钱 如果不是这个4.32损失 你看 2.49加1.05是3.55 对不对 是3.55 结果 提炼美国子宫的损失4.32 所以他才有 来 看电脑 才有 11月10号 莫名其妙 跌停 跌停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昨天跟你算第八天 12345678 是不是第八天 第八天出现买进信号 来 再看一遍 是不是 出现买进信号 你看我谢明清 我在分析股票 其实任何一档都是一样 他股票任何股票 都逻辑都一样 你出现的股票 我也可以分析给你听 该什么时候买 该什么时候卖 都清清楚楚 那因为我们做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就分析我会你的股票 再看一遍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卖 各位都很清楚 是不是 为什么要卖 太阳要跌 725707 卖后下来我们在这里接一趟 两成 各位都知道在这里接两成 上来我们没有卖 刚好立功下来 好嘎债 为什么接两成 那八成的现金 我说当跌下来就是要我钱 好 那立功下来 那来 跌停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成本会有五十八块 为什么 因为前面有接嘛 今天呢 我昨天讲得清楚成本就五十八嘛 而且我直接昨天就跟你讲 我们今天保证赚钱 我请你来猜猜看嘛 对不对 其实这不是重点 这个叫什么 餐钱小菜 这是钱菜而已 做一支高楼的老师后面会贪多少 你怎么知道 你如果家要换中逢 还是小房子要换新房子 还是冬公车要换变质的车 其实最好 大家来买准啦 想要买船的人 你有办法吗 你有办法吗 我在这里啦 大家一起来 妈也会搬大象 要参加会的打电话 没同意有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